第四届2023年东山热气球嘉年华活动 即将在这个周六也就是6月3号及4号 以及下个周末6月10号及11号总共四天热闹登场 而今年的活动场地特别从三崎美进 移私到东山火车站旁的农地来盛大举办 那今年我们的热气球在6月3号4号 以及6月10号11号 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今年的场域 选择在我们的生菜绿洲旧河道旁的一个 我们释放烟火的那个大草原里面 那过去我们是站在三崎美进 那今年的一个地点的转换 是纯粹让我们全国的乡亲来看一个不同的视野 新的热气球场域近临东山百年旧河道及生菜绿洲园区 不仅场域扩大 搭火车前来也非常便利 而搭乘这气球升空还可以保览周边的东山河美景 而且高架桥的车站底下还有市集可以逛 好吃又好玩 在那里面的车站起来空间四月也很好地 但是我们想说我们在那里搬两三年了 车头车站 这些国家的好朋友 这些人来 这些青少年来 我们这些也有旧河道 也有森林公园 也有最漂亮的瓜边的车站 我们那里也有几个架的光景都拿那个火柴都起来 从高空看下来应该是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气氛 所以说看这个效果 如果有时候改进 我们明年就可以改进 热气球到我们的最高处的时候 我们360度的环景 可以看到生态力座以外 我们更可以看着 沿着我们的东山河之美 看到我们的太平洋 所以是相当不一样的一个景致 所以过去曾经来搭过热气球的全国乡亲 这一次你们可以再过来 来体验不一样的一个视野 乡长以及主席特别邀请全国的游客 来到东山体验热气球魅力 感受有别于三起美景 倒浪风光的东山河美景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 采访报导